大家好,我是佛系大叔 今天分享一下二郎想勝真君的簡單打法 廢話不多說,直接出戰術 首先把桂花點出來,然後提斷修行禮跟七里像關島點滿 定身術隱身術點滿 金婆帶幽魂,法寶帶芭蕉扇 變身帶石頭人 其他打優先選擇帶暴擊屬性的,其次使攻擊屬性的 開局使用芭蕉扇,寶珀去等二郎神破防後 使用幽魂刻地,封結束後定身加桂花 桂花打出四盾四彈棍之後擺出去中棍 這樣基本就打出他的二階盾 如果沒有就不讓吉亞平A 二階盾開始躲掉斧子和其他技能 近身變成石頭人,一下一下打掉他的二階盾防護 龍油潛水,虎落平陽 今生 他是石頭裏放出來的 你也放個水 這般深滿 你想接他一波 神通不夠 龍油潛水 神通不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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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破壞 這時候把賺出的三彈棍石打出去 再加吉亞平A可以打出三階段 三階段開始先躲避他的技能 等他落地後 使用芭蕉扇 保過去 等待破防後使用幽魂 攻結束後定勝加棍花 棍花轉出的三段棍石打出去再補擊棍 基本就進入四階段了 其實如果桂花轉得好 可以繼續讓金破和法寶刷新 然後重複之前的操作輕鬆過關 我這沒轉出來 只能靠普通打法過關了 鎮鳳 天上那些雍才 不壟我盡 勝4我者少 point 从今他在使命中 我只得一战 今日不够记性 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罪三天 再大战三百回合